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该脾气 该该性格 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如何做一个好老公 如果他给不了我答复的话 我觉得我有必要再考虑一下 这段婚姻了 来 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也请 男嘉宾彭先生 29岁来自江西活动主持 女嘉宾赖女士 26岁来自江西 美甲师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当初怎么认识的呀 以前在学校就开始玩那个贴吧 然后是偶然在贴吧里看到他的帖子 然后有回复 他和我之前同学也是朋友关系嘛 然后就这样认识了 好像对他不太放心是这意思吧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嘛 我们是异地恋 然后有一回我就休假一周 我去看他 然后我在那里待了三天就走了 因为每天晚上呢 一过十二点就有各种各样的人啊 男的女的 就给他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电话 然后他接完就是 明天再说吧 我现在在睡觉明天再说 这是在你们恋爱期间还是婚后呢 恋爱期间 是这样的 因为我当时的工作是在酒吧住畅 那我的生活习惯就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的嘛 那我的朋友圈还有身边那些人呢 都习惯了晚上给我打电话 当时他什么都没有说就走了就回家了 我知道他也生气了 后来暑假的时候我就回去陪陪他 后来这个事过了之后 又闹起来了 为啥事闹呢 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和好了吗 然后他和他的朋友 我和我的闺蜜 我们约着一起去那个安徽玩 然后在玩的期间我就待在房间 他去隔壁找他朋友打牌了 他手机放在我那儿充电 就突然弹出来一个短信 老公我想你了 然后我也没说啥 我就拿手机给他 我说你看你老婆给你发了条信息 你要不要回一下 这个事业闹得挺不开心的 当时就直接就开车 然后回家了 那确实是一个前女友 我当时就给他打电话回过去了 当着他的面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说我现在有女朋友了 你也知道的 你为什么还要打扰我的生活 那个女孩就是因为那天心情不好 喝多了 然后胡乱发了个短信 她就因为这样的事情 然后又闹得很不愉快 我们本来那天很多人一块准备去玩的 然后她就不去了 直接耍兴致要回来 后来这事又怎么抹平的呢 我们两个谈了一次嘛 然后她也有哄我 然后这样就和好了 然后到后来的时候 我们在结束异地恋嘛 她也离开了她之前的那个圈子 顺风顺水的 过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就觉得两个人年纪 感情也差不多 然后就结婚了 等于说她到了你的身边了 你觉得相对安全和踏实了 是这意思吗 婚后怎么样 婚后也有类似的事发生 就有一回太过年了 她有一天突然给我说 接一个朋友 去看一下他们家老人 而她回来的时候呢 就带回来两个女孩 然后接上我和她爸妈一起 去她外婆家 到那里之后呢 还是我婆婆 就说这个事情 我们应该大度一点 不应该生气 然后我就突然反应过来 好像这个女孩子 可能是她的前女友 当时我就去问她了嘛 她也没否认 我也很生气 我就坐在那里生气 我也没说啥 还是在那里吃完了饭 再回到家 然后经过这个事 我就感觉她这个人 好像就是对我不太尊重 不太诚实 没她说的那么夸张 其实真的就只是一个朋友 那我们是十年前就认识的 那当时才十几岁 哪懂什么 就好像说是说初恋初恋 其实就完全小孩子 不懂事那时候谈的 而且她那次不是说 特意看我家人或怎么样 她是去参加我们一个 共同朋友的婚礼 顺便去看一下老人家 我感觉这次人之常情啊 而且他们已经 也有十年没见了 我外公外婆年纪又那么大了 看一眼也不为过啊 你可以让那个女孩子 一个人去 为什么要你安前马后的 带着她 还给她拎着东西 一起上门去呢 那不叫安前马后 这最起码的地主之一啊 所以刚才的这一段 夫妻之间聊的这个往事 大概我们能得出 两个印象来 第一个印象就是 丈夫在结婚之前 有一些情感经历 对吧 而且在这个情感经历 可能还有一些 妻子认为 所谓藕断丝连的东西在 对于女生来说呢 大概这个就变成了 你们婚前和婚后生活的 一个巨大的困扰 那这一部分 我想我们就先放在这了 我更关心的是说 在婚后的时间里 你们的婚姻生活当中 她对你好不好 我觉得她对我 还是不够关心 不够尊重的 对我也不够诚实 比如 就比如我们两个人啊 过节日 我说今天我们两个 要不出去逛一下街 她就不太想去 我就要求她很久 我说你陪我去一下 然后到了地方 她就会说 我去停一下车 顺便抽个烟 你自己先去逛吧 把我自己一个人嘛 逛着逛着 怎么二十分钟了 还不来 然后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说你来不来 她就说我不来了 你自己逛吧 然后平常 她一回到家 就很舒服地 躺在沙发上 打游戏嘛 你们要和那些 游戏里的小姐姐啊 聊得火热 也不带我 她说话永远这么夸张 哎呀 我这个人属于 比较宅的 比较顾家的 那我为了她 我放弃以前 比较好的工作 我跟她一起生活 我平常除了工作之外 我基本上都是待在家里 不是你待在家里干嘛 玩游戏啊 那你不就要待在家里啊 那你这跟去网吧 没有任何区别啊 那不是这么说 我会陪她呀 可是你都陪手机了 你都没陪我 那刚开始的时候 我跟你沟通的时候 你不好好跟我说话呀 你天天气我 问一下啊 当时你为什么娶她呢 她以前很温柔的 很漂亮的 说话都是那种 轻声细语 小鸟依人 我现在完全就是 大鹏转吃了 一天到晚 婚后的生活 女方认为 男生呢 对女方不是特别的关心 对 很漠视 还提到了一个不尊重 就是她老是半夜 偷看我手机 不是偷看的 因为我是晚上 有时候我的手机 那你没经过 我同意就是偷看 你不要经常偷看我 我没看过你手机 是你自己给我看的 我们不再看和偷看 这个名词之间 我们来做文字游戏啊 我只想问一件事 你也不放心 你妻子啊 我放心她 她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人 她有时候说话呀 都比较直 而且那天我看 完全是因为意外 因为我手机没有流量了 我用她的手机 看看电视剧 那突然大半夜的 一个男的给她发个信息 然后我打开一看 我回来了 我去接你 我们去吃饭 虽然我知道 她不是那样的人 但是她不会处理 这些暧昧关系 然后我就会告诉她嘛 但是在告诉她的时候呢 她就我不 我就不 我偏不 那只是一个就是很久没见的朋友 从外地回来 再说了 人家也不是叫我一个人去吃饭 她时候还给我打电话 说昨天一桌的人 就我没去 从另一个侧面来说 她其实也挺担心你的 那我想知道 就是在婚后 你觉得她变了吗 变了一点 哪一点变了呢 她最近有一回 给我看她的手机嘛 她的手机那些信息 就是除了就是群发的 工作信息 干净的连一个女性朋友都没有 我觉得她这个聊天记录 可能就是删过的 你看我有也不行 没有也不行 你要我怎么样吗 想问一下 就是你认为你们俩之间 最大的问题 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就是她在生活中 对我不够关心 也不够尊重我 还有啊 就我们来之前半个月 在饭桌上 和长辈一起吃饭 那天她就是一直在 平凡玩手机 我就探头看一眼 你在干什么 然后她就 把手机缩了一下 我看到了 那个微信是这样子的 你以前为什么不喜欢我 如果你和她离婚 你会考虑我吗 然后我当场给她手机拿过来 我说呵呵 离婚了我也不会考虑你 她还非得纠结这个 那个就是一个朋友 她当时感情遇到了挫折嘛 受挫了 然后她给我发个信息 她就问我 她问的是 你们为什么都不喜欢我 当时可能失恋了 或者怎么样啊 然后我就想 因为那个女孩 她之前在困难的时候 也帮助过我嘛 那现在我安慰她一下 也很正常 她平常在生活中啊 就我们两个玩睡觉的时候 她一般都是 非要玩手机 玩到睡着才会睡 自然睡 放下手机那是不可能的 我看她睡着嘛 手机亮着 对睡眠也不太好 我就给她把手机抽走 我每次一抽的时候 她就会一抖 看我一眼 然后再看一眼手机 关掉 塞到枕头底下 接着睡觉 她这个就是夸张 我手机 随时都可以给她看的 她非得趁我睡着了 从我手里抽走 那人自然反应 肯定是会比较 我这么问一句啊 作为她的妻子 你觉得她娶了你之后 她心定下来了吗 我感觉没有 你觉得这个婚姻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她就是太多疑了 想着太多了 多疑 你看我都为了你 把以前的圈子啊 还有那些朋友工作 什么都放下了 就一心一意 就跟你在一起了 你何必 再因为这些事情 总去跟我纠结呢 你这么棒 一个人娶了她 还有点亏 是这意思吧 没有 没有 听说男生是想急于 要娃了 对吧 因为我都快三十岁了 女生是不想要 对吗 两位今天想到 这个节目 达成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就是 看看老师们 能不能跟她说一说 劝劝她 让她改个脾气 改个性格 一起好好的把 以后的生活过下去 女生的期待是什么 我就希望她回家了 能不能就 不要老是打游戏 逛街的时候 也陪着我 比如说做家务 也给我事当分担一点 所以女性要的 更多的是感觉上的东西 这个感觉叫 你能不能让我觉得 你是踏踏实实地 跟我在一起生活 是吧 对 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老师们 会如何帮助这对夫妻呢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觉得你是全天下 最无辜的人 哎呦 他们要联系我呀 哎呦 他非要管我叫老公啊 哎呦 那个时候他心情不好 哎呦 他失恋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 又不是我主动联系的 你好无辜啊 苍蝇 不丁无缝的蛋 你说了一句 非常让我觉得刺耳的话 为了你 我都放弃了 我以前的生活了 拜托他是你老婆 不告诉你啊 男人的幸福 来自于控制自己的欲望 当你在人生 还比较顺利的时候 你如果做错了 一些什么事情 那没有什么关系 顶多失去一个家庭 失去一个爱你的女人 但是 当你遇到了人生的 低谷期的时候 如果你玩弄自己的家庭 你人生将一无所有 接下来说 女孩的几个问题 你知道他为什么 一直跟这些钱 你有断不干净吗 我觉得 因为你骄纵啊 直接发信息叫老公 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级别 你还没有跟他分开 还继续选择跟他走进婚姻 那他就拿住了你这个弱点 而且再来说 他车上拉女孩的 那个件事 他车上坐了两个姑娘 你上车前都不问一下 是谁吗 还需要婆婆来告诉你说 宽你的心 咱们这种事就过去吧 大度一点 你这是太不把自己 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当你自己都不把自己 放在妻子的这个位置上 你让他怎么把你 放在妻子这个角色上 正常的妻子看到自己的丈夫 车上坐了两个女人 我都不认识 你都没跟我打招呼 这俩女人是谁呀 你不得跟我说清楚啊 你还跟着她到了她的外婆家 所以呀 你自找的呀 所以我觉得女生就一定要真的好好考虑考虑 考虑考虑你要的是什么样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你们 好 谢谢珊娜老师 基于这些种种的表现 你在她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很高的地位 所以当然她不会尊重 因为你做了很多无原则的这种妥协 使她觉得 你很好糊弄啊 我只要跟你说说话 跟你解释 然后所有的风波都可以过去 很难想象 当一个女性看到自己的男朋友 收到了一个异性的短信说 老公 我想你 居然你很镇定地把手机递给她说 有你的短信 虽然你表面强作镇定 但内心你一定是崩溃的 为什么不把这种原则性 树立起来的情绪表达清楚了 这样的男人内心很空虚 这才是有所有的这种暧昧的事情出来 但她为什么要选择你呢 她很胆小 她知道外面的花花世界 没有她的安身之所 只有一个够 包容 没有原则的女人 她才可能说 每天有个家 如果她把你定义为 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 她怎么可能 尊重你 考虑清楚 能不能跟她走下去 你要考虑清楚 能否把你的空虚的心收回来 把你的心专注在对方身上 不能的话 分手最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听你们二位的讲述 特别不像一对夫妻 就好像过家家一样 男人反正每天也不太在乎这个女人 打打游戏 和前任聊聊天 女生好像对生活充满了抱怨 没有任何方向和规划 你们的生活 完完全全 不像是一个婚姻生活 健康的正常有序的婚姻生活 是我们共同有目标 共同有规划 共同承担婚姻和家庭的责任 丈夫应该在家里边履行的责任是 我和我的妻子 共同去把生活打磨好 我们对未来生活 有非常美好的期待 和有目前的执行能力 而你们的生活就一潭死水一样 所以男生我觉得 婚姻带给你的这种幸福感 在你这里 我一点都感受不到 你无非是找了一个 下班能回到家 有人给你做顿饭 想说话时候说说话 不说话时候知道旁边有个人 而不像是有一个爱人 你完全不是一个 在付出感情的状态 而女生我觉得 你把这段感情也当成了一个 似乎不抱有希望的状态 所以全部都是抱怨 如果婚姻真的进行到 这样的一个状态 既然两人都觉得食之无味 也不要弃之可惜了 如果你们真的觉得 我们尊重婚姻 尊重情感 尊重彼此 还想继续努力一下 我倒是有个建议 去做非常详细的书面的规划 男人 我今年要做什么 为这个家庭付出什么 我是要攒多少钱 我是要为家里添置什么 我是要为老婆做什么 一二三 列下来 列一张纸 女人 一样 列计划 我这一年 我要把自己如何提升 我要让自己对这个家庭付出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能达到60%以上完成的这个计划 那我们的婚姻还可以试一试 如果真的不行 也不要勉强让这么年轻的青春就耗在这样一滩死水的婚姻上 好吗 希望你们都能拥有快乐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你心目当中最完美的妻子形象是他这样的吗 是 你没说老实话 你一定有从他身上得不到的 你才会跟别人去暧昧 你把婚姻当成了一个养老院 我在外面累了回来有口热饭吃 我在外面犯了错了 回家以后他能够百般地原谅我 我老了之后他还能够照顾我 你知道你在那些经常跟你保持暧昧的那些前任的眼里 你是什么人吗 有些男人可能会沾沾自喜地认为 你看我左右逢圆 但事实上 当你在一种已婚的状态 你的前任或者是你的一些异性朋友 还要跟你保持暧昧的话语的时候 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你就是那个不干净的 你还有什么好沾沾自喜的 其实对于女生来说 很大一部分的女生犯了跟你同样的错误 那就是当他认为你是一个 我把自由施舍给你的角色 于是你也接受了这样的角色 当别人发微信给他 说老公你还喜不喜欢我是吧 你说你直接给他回了呵呵 就是即便不结婚也不会找你 这话如果是他心甘情愿地发出去 那是他的自省 所以你也接受了 是 我谢谢你 谢谢你把你的自由施舍给了我 谢谢你选择了我 谢谢你还愿意回家 你在处处说谢谢 而每一句谢谢的背后 其实你都接受了被施舍 他不是心甘情愿地放下自由 他是一种施舍 而对于你来说 做的最聪明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就是不愿意跟你怀孩子 你不愿意要孩子 但是他特别愿意要孩子 恰恰反映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他根本不清楚 你们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他才会堂尔皇之地还提出 要孩子 而你心里在想 连安全感都没有 还谈什么孩子呢 所以 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 问题更多地在于 你自己到底想清楚 你到底还是蠢蠢欲动 还是愿意安下心来 所以女生第一要做的是 目前不能坏孩子 第二 不要去强迫他 让他自己想明白 他要是真的愿意安心地回到这个家 真真实实地认清了婚姻 不是养老院 婚姻是自己一心一意希望的一个家 在那个时候 你再做出你的判断 说实话 你们之间的问题挺严重 好自为之 人生的底线决定了人生的高度 婚姻的底线决定了婚姻幸福的水准 在这样一个时代 大概诱惑会很多 坚守和自律 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是一个修行的课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夫妻之间怎么样相携 去完成 对于人生的一个修行 因为客戟和自律 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 那么在一个婚姻 有没有一种共同的努力方向上 我希望你们能找到那个方向 老婆 虽然我以前 有过那么多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但是自从跟你结婚之后 我真的是一心一意 只想跟你好好在一起 我真的特别希望我们两个人 能好好走下去 我希望我以后所有的幸福 所有的一切 都有你的参与 你现在说的这些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去相信 因为之前我们也说过这些话 然后现在你说的这些 我考虑一下吧 所有的事情我说过的 我一定会做到的 我会去改正的 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们一起好好地把生活过下去 好吗 来 请两个 我插一句啊 就为什么每一次在舞台上 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就男生说我已经愿意为你改了 其实我已经没有那么多花边新闻了 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相信我 而女生的确就是不相信 因为男人可能是有一个概念上的错误 你可能认为我把微信删了 然后我每天定时回家 我认为这样做你总该安静了 但其实在女人看来 你是变得沉寂了 但这种沉寂是死气沉沉 你是回家了 你回家了之后是无所事事 你不是生去盎然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除非是说 如果你是真心愿意陪她 真心愿意回家 那你回家之后是热爱生活的 那种状态是不一样 女人要的是这个 而不是只是你回家而已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她才会老翻着你以前的那些事不怕 如果你要真心愿意回家 你就回家带点笑脸 你回家干点活 别老藏着玩游戏 你是乐于投入在这个家庭和生活当中的 明白吗 好 谢谢陀老师 好了 两位 打开你们爱情的记忆箱 锤子 来来来 你放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 比如说我看到朋友圈有一些东西 我比较想要 或者我淘宝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些东西我自己想要 他就会习惯性接一句 你要个锤子 然后我想让他自己也感受一下 要个锤子是什么样的感受 他其实送的是一种攻击性的方式 只是做个提醒 所谓己所不欲 勿视于人 来 你送的是什么 是一枚戒指 因为我们认识这么久了 他也一直跟我说过 他想要一场浪漫的求婚 因为我也是一个婚礼主持 我见证了很多人的浪漫和幸福 却始终没有给过他一场浪漫的求婚 所以说我今天想借这个舞台 给他求一次婚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 我们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我们的花童 请回 来 我们见证属于对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是你最深的的女人 是你最深的女人 你有最美丽的嘴唇 拥有最动人的眼神 应该给我幸福 不同是没有统一的模式 只有自己舒服的状态 好了 我们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吧 我们每次遇到问题那矛盾的时候 总是我在吵 他在沉默 到最后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让我感觉他根本不在乎我 心越来越累 我们之间存在很多分歧 消费观也完全不一样 每次说他他都会不耐烦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沟通 关于未来 他也是不确定 总是含糊其词 既然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我就希望他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 有这么难吗 他见过我的父母 而我却一次都没有见过他的家人 对他家里的情况一无所知 我就想知道他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唐 24岁来自四川 投资部位 李嘉宾小陈 24岁来自四川 主播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刚才这个小片当中大概看了 双方提出了两大类问题 第一类问题就是关于现在 第二位问题是关于未来 对不对 对 就未来不确定 所以我们先从现实问题开始聊起 好不好 什么情况下他会冷暴力 你如何冷暴力 每次跟我吵架的时候 他都会 我在吵 他在沉默 他就不搭理我 然后我觉得他也不是很关心我 有一次是周五的样子 我下午的时候就有点不舒服了 我就给他发微信说 我感觉我有点发烧了 然后他就说 你吃点药呀 然后等我下班回来 我就说好的 然后到八点钟以后 我给他发微信 他就不回了 一直到十二点钟他才回家 那此事确实加班 然后到了晚上九点的时候 手机就没电了 然后我就没办法联系他 公司一个朋友嘛 就过来说 我们一块出去坐一坐 坐一会儿就忘了这个事情了 结果我回过去 你忘了我在发烧了 当时我不知道你发烧了 我给你说我发烧了呀 你给我说了一句 你有点不太舒服 当时我就说 那你先吃点药吧 其实这 在我眼里不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对呀 是我生病吧 又不是你生病 行 这是第一件事啊 我生病了 你漠不关心 对吧 然后还有一次也是 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学 那天下午他兄弟结婚 他说他去帮忙 三点钟就去了 到九点的时候 我才给他发的微信 然后他就不回 到十二点的时候 我一直联系不上他人 结果最终呢 还不是在网络打游戏 那次事情就是 下午我不是去帮忙吗 忙到晚上可能八九点 刚好我打算拿起手机 来给他发一条微信的时候 再把游戏开始了 当时打嘛 打到后面回过神来以后 发现已经很晚了 给他打电话过去 然后他直接把我拉黑了 而且后面我在你家楼下 站了两个多小时 然后你门也没给我开 然后你就一直让我在那站着 那我不是那么冷出去 找了你那么久啊 我觉得委屈啊 不不不 这两件事我倒觉得 不是说他冷暴力 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 就是他挺喜欢玩游戏的 对但是 女生心里就要比较了 我们就会因为这个是吵 我就会吵 我吵了他就沉默 对还有别的事吗 年轻嘛 贪玩嘛 还有就是他公司有一个女同事 跟我们住在一个小区 他就拿奖金了要请他吃饭 过生日了也要请他吃饭 我反而不是特别舒服 因为他在我们公司 算是比较优秀的 都是一个小组的 大家一块去吃个饭 然后当时我还是 征求了他的意见的 然后他就给我整一句 你想去你就去吧 然后当时我就知道 他生气了 我回去以后跟他说话 他就不理我 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吧 我去也不行 不去也不行 那我索性就不跟你聊天了吧 然后我们聊 因为那件事情就僵持了很久 那天星期五 中午的时候我就问过你了 晚上有聚餐吗 你们团结吗 你说没有 回来陪我 然后你后面又发短信的 发消息说 说他要请你吃饭 他发奖金了 你不是都已经答应好我了吗 你如果不想去的话 你为什么要问我呢 那我不是没有去的 哎呀 可天哪 你靠想象谈恋爱吗 孩子 那你是想让他去 还是不想让他去啊 我不想让他去啊 那你直接说过就行了吗 猜来猜去的干嘛 这恋爱谈的 跟捉迷藏似的 第二次谈那个女同事过生日 就给人家送了个生日蛋糕 那我过生日 也就给我送了个蛋糕 这个想说明什么 我愚钝啊 说明我跟他女同事的待遇 是一样的呀 怎么回事 两个人送的是一个蛋糕吗 不是送的是一个蛋糕 因为那天的话 就是公司同事 我看其他人都给他送礼物了 我就想要不然 我就买个小蛋糕吧 就买了个小蛋糕 然后我就给他说了一声 他就说啊 那你就去啊 其实有很多人 有很多男的 只有一两个女的就那样子 他就以为是我 单独给那个女的过生日去了 然后后面每次都是这样 一回到家 他就不说话 然后我安慰他几句 我给他说几声对不起 然后他就不讲话了 到后面 他开始吵吵闹闹的 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因为我感觉 我自己也没做错什么呀 他为什么要那个样子 他还自己跑出去喝酒 我六点多出的门 八点多就到家 他是大晚上的跑出去 然后一两点了 他一个女的喝成那个样子 在家吐一晚上 哎呀 这日子过的呀 这恋爱谈的呀 行吧 我想这个女生 所谓的这个冷暴力和不关心 我就听到这样了 好吧 男生是说消费官吗 消费官怎么不一样 因为我从小呢 家里边就让我稍微节俭一点 他呢 双十一的时候 就是买了一两万块钱的东西 过生日他也买了很贵的包 我就觉得这个和他的收入是不成正比的 我双十一买那么多东西 又不是给我一个人买了 不是给你也买了吗 不是给家里面也买了吗 还有我过生日我买个包 花的是我自己的钱 但是你也得留点积蓄吧 你也得为未来考虑一下吧 你有积蓄吗 不是 我有没有积蓄 我钱我花到正点子上了 你花到哪个正点上了 那我平时吃饭啊 我们天吃下去 我没钱吃饭了吗 我没说你没钱吃饭 那你得省一点 你把钱全都买那些东西 你就不能随便买个便宜点了吗 我不知道说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接了啊 问一句啊 你们俩这钱伙在一起吗 还是各花各的 各挣各的各花各的 但是有时候又是一起用 谁挣的稍微多一点啊 我 行 这问题咱们翻篇啊 消费官的问题 没法聊了这事 说未来吧 男生说见了你父母 你没见他父母 对对对 我不光是没有见他父母 他父母的话 连我们两个在一块 谈的这件事情都不知道 但是他已经见过我爸妈 都几次了 就有些时候这个东西 我感觉就很尴尬 你想说明什么呀 因为一段感情嘛 两个人在经营的话 如果想要长期走下去 那肯定要让彼此的爸妈 都清楚一点吧 我也不是不告诉我爸妈呀 我爸这次来成都 我让你去见他 你不是不去吗 我当时在甘肃那边的时候 他不是 我当时准备好了 你们让我去 然后你爸这突然来了 你又让我去 他妈就经常给他介绍对象 还有他阿姨啊那些人 我感觉看着就很烦 我不是都没有理吗 我不是都拒绝了吗 那你拒绝了你也没有拿出点实际的行动啊 咱俩一个是南方的一个是北方的 我每次都在问你 你现在是跟着我到成都来发展了 那你以后呢 你以后是要继续留在成都跟我一起 还是要回你的家那边去 如果你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男父 我觉得我不太能给我父母姐 那你要这么说 那我跟我爸妈都是怎么争吵的 就因为你这个事情 其实我跟你去成都 不是他们预想的那条路啊 我跟你去成都 我也是跟他们吵了好几次啊 但是我是想跟你在成都好好待着 我也是在尽力做一些事情 我插一句嘴行吗 因为读男生资料的时候说的是四川 男生说话西北口音很重 你到底是哪人啊 对我是四川人 但是我从小的话就是在甘肃那边 那你指的到成都去是指什么呀 我指的到成都是因为 他本身就是很喜欢成都嘛 因为他家也是四川的 他打算在成都发展 然后他就希望我跟他一块过去 那你本来是在什么地方的 我本来是在甘肃那边 你现在是追随女方去了成都工作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这就听明白了 这不是跟你去了吗 还问什么呀 那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一直待在这儿呀 我不知道他突然哪一天就跟我说 他要回去了 那我怎么办呀 家里边还有你这两边把我逼得 我真的有些时候都不知道怎么 你家里人想让你去哪儿啊 我家里人他们在那边 有一点自己的事情做 在甘肃啊 对对对 本来我家里是希望我留在那边 做自己家的事嘛 然后我就考虑到他这边 然后就跟着他过来了 他后面就隔三差五的就问我啊 你以后会不会在成都安家呀 你们到了那个阶段了吗 没有吧 对那你早逼着人家说 你未来在哪儿干嘛 这姑娘也是 见过他父母吗 见过 见过几回啊 两回 你父母对他印象好吗 我父母其实他也就看不惯我们两个 因为我们两个在家里边的时候 还是稍微有点懒 你们俩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俩一直因为一些事情 我在吵 他在沉默 然后这些事情就永远都解决不了 好 那你们俩讨论过分手这个话题吗 分不掉呀 是谁不愿意分啊 都不愿意 那没听到你们这个情感里面 有什么特别让人向往的部分 其实我这边的话 很多小事 虽然说就是他在那吵 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不是要到什么地步 一段感情可以分在你们印象当中 就是比如说我出轨 或者他出轨 这在我眼里算是大事 然后他那边的话 总是因为一些小事一直跟我吵 我竟然确实也是 不起勇气了说这些话 我又不会对你怎么样 你平时倒是不说 不是你喜欢她什么呀姑娘 怎么说呀 那你喜欢她什么呀 其实对我还是挺不错的 那你打个游戏都不敢告诉人家 她就是不说呀 对吧 她为什么不说 我就问哪一声吗 为什么不说呢 我就跟她交流过这个事情 我说我也没有经常去上网 只是偶尔去一下 就是能不能给我一点自己的时间 她说可以 然后去了可能有两三次吧 然后给她说了 她还是生气了 所以说后面我就索性 你就不告诉她了呀 所以女生你注意到没有 就男生用了一个词挺准确的 就我在爱情生活当中 我需要自己的时间 我挺给她自己的时间的呀 我只是想让她 在她失联之前跟我讲一声 她干她自己的事情都行的 她不这么认为呀 就像她认为你们的感情还没什么大事呢 她都小吵小闹呢 其实在你心里可能这个事已经很大了吧 所以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 一起进入Q比特问界 先说第一点 你们无法沟通这个问题 为什么现在会无法沟通呢 男生觉得跟女生说话 话不投机半句多 然后女生觉得我自己说了那么多 你也不听我的 因为你们一直就处在一种各执己见的状态当中啊 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都不愿意为了彼此 去放下一些自己的执念 愿意为了彼此 我稍微地站在你的角度考虑一下 打游戏这件事情 女生觉得我没有限制你的自由啊 可是你表情上 你的状态上 你表达出来的语气话语 你就是在限制她的自由 你去吧 去玩吧 那你觉得她能高兴或者说安心地去玩吗 如果你换一种说话语气 好 我在家等你好好玩 然后记得给我回复一个电话 或者回复一条信息 当你换一种交流的方式和语气的时候 她可能真的就会在玩开始一局游戏之前 想着哎呦出来玩游戏了 我得告诉她一声 那男生也一样 如果你站在女生的角度想一想 你游戏开始的那一分钟那一秒钟 你就晚进去那一下 给她发一条语音 一秒钟我开 我开这一局了 她就会心里安心踏实 所以你们两个人现在状态就是 谁都不愿意先迈出这一步 那女生更明显一点的是什么 你一定要在这段感情当中占主导位置 你的控制欲和占有欲非常的强 我一直在说女生不要潜意识里面 一进入一段恋爱的时候就觉得 我一定是她的全世界 我一定是她的中心 然后就会自动地把自己的生活也变成了 全部是这一个男人 全部是这一段感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一定会在这段感情当中受伤害 因为你用心地去想 你怎么可能是她的全世界 一定不可能 她也不可能是你的全世界 当你如果生活当中充斥的只有她的时候 你每天可能关心的事就那么一点 最后我想跟女生说一句话是什么 不是爱人不可爱 可能是因为爱人没有按照 你想要让她爱你的方式来爱你 所以如果想要做公主的话 请先扔掉你的公主病 然后再去想 怎么让全世界都能照耀我 感觉到你们俩现在 虽然貌似是在一起 但是心并没有完全地贴在一起 其实她不太懂你的 而她给你的感觉是说 她其实随时可以走 因为她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比如说 即使你愿意说把自己的女朋友 介绍给自己的父母 貌似意味着说 今后我们是可以走在一起的 但是女孩并没有这么做 因为她母亲还在给她介绍对象 好像她也的确是没去 但始终留了一条后路 包括在一些消费观上 其实你是不认同的 比如说为什么这么大手大脚 但女孩很快说 这是我自己以前 我这一年就过一次生日 买一次班下了 种种的观念的不合适 导致男生啊 内心里特别不服气 但外在的很无力 无法说动 甚至于我自己去打一打游戏 你都不乐意 虽然女生是说 你告诉我你就可以去 但你也知道 你告诉她 她不痛快 你也不痛快 所以呢 就发生了所谓的冷战 通常冷战的发起者 是在这段感情当中 处于弱势的那一方 但是恰恰 弱势这一方呢 内心其实很固执 不认同你的事情很多 但是她又无法说服你 好 那我就惩罚你 冷战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沉默的惩罚者 他就是在打击你 这种其实对感情的伤害 是最为严重的 但这种严重的情况下 女生呢 又不太确定 未来是否能跟你在一起 因为你这种冷暴力 的确是伤到她了 所以说 她就不敢把你 介绍给自己的父母 女孩呢 又试图能够掌控 你们之间的感情 所以在这段感情当中 这么发展下去 一定是无期而终 而男生呢 有些话其实是必须要说的 不说 你的心里是难受的 不说对方是不能理解的 冷战是最伤 两个人感情的事情 千万不要冷战 这点好 谢谢 看起来是女生步步紧逼 似乎热度比男生要高 男生呢会用沉默来回应 和你之间的冲突 这是表面看起来的 会让人觉得 是不是女孩子 多喜欢男生一些 而这个男孩 在处理感情的时候 没有那么在意 甚至说会 女生生病了 都忘了 但以我看来 女生的步步紧逼 是因为自己的不确定 你没有告诉父母 不是因为说 他的将来能不能在成都 和你共同生活 是因为你心里 确实对这个男人 没有认定 所以你把这种压力 转嫁在他身上 用步步紧逼的方式 想要去证明 这个男人是不是听我的 是不是愿意 按照我的意愿去做 是不是能够达成我的要求 是不是值得我爱 其实在这段感情中 不笃定的是你 男生 我觉得你用的方式不好 你用了这种回避 去解决冲突 这是你笨的地方 但我倒是认为 在这段感情当中 你相对来讲 是认定的 所以你会把它带回家里去 你们之间的关系 我看起来是比较拧抱的 一面似乎冷 但实际确认 一面似乎热 但实际内心是迷茫的 这样一段感情 再加上你们两个 不同的性格 实实处处地拧抱 我建议你们 各退一步 去冷静思考一下 对面这个人 是不是真的适合我 能够让我们 共同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去承担生活的风雨 去承担双方家长 对我们的期许 你们再去冷静地思考一下吧 这是我的建议 谢谢 当一个男人 开始唯唯诺诺地 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就处于一种危险当中 因为他的心 在渐渐地收缩 在关紧 不再向你打开 他渐渐地内心的话 不太想跟你说了 当隐藏的事情 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也就只剩下 盛气凌人了 所以聪明的女人 基本上不会这么干 不要因为 自己面前的这个男人 处处都怕自己 你就得意了 而恰恰相伴 当你们长期 处于一种 这种状态的时候 第三者就很容易介入 如果此时此刻 在男生面前出现一个 比你更温柔 更善解人意 不会用这种口吻 去跟他说话 而是处处 能够体现 他的一种自尊的感觉 他会选择另外一个女 你信吗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他的性格 能温柔一点 该多好 有的时候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 一旦固化下来 人有的时候 会渐渐适应 但是在适应的过程当中 又容易在沉默之中爆发 所以不要自以为聪明 感觉处处凌人 其实他是否真正的 能够留在成都 真的那么重要吗 你真正不确定的是这个吗 我认为不是 你对于将来 你们两人的生活 你们两人的婚姻 并没有一种清晰的认知 所以你才会显得 如此的烦躁 你好好的想想清楚 这个男人 带你心目当中的分量 到底有多重 他是不是你想要 继续处下去的对象 还是你已经管束成性 不妨直白地告诉 不要用一种 类似于傲慢 轻挑的口吻来对待 否则的话总有一天 他把梯子一抽 你就会摔得很散 男生也是一样 清晰地告诉他 我不喜欢你这 我不再想听到那些 所谓相亲的消息 因为我觉得这对我不公平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陀老师 现在发现谈恋爱 真实 这大概是一种模式 这个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在恋爱之中 反正总有一方看起来在委屈求全 你可以判断不清楚 我是不是适合他 他是不是适合我 这都没关系 那是需要人生阅历和精力来判断 但是有一点可以判断得很清楚 喜不喜欢爱不爱是清楚的呀 真觉得不合适 坦诚地说出来 我们是不合适的 分开 真觉得合适 就再谈谈 也别那么急 多放松啊 希望我们两个真的能对待这些事情 可以明确一点 不会说是我也不明确 你也不明确 有时候真的心很累 真的我感觉有些小事 我和你都没有做错 为什么就闹得很大 所以说有些是我不想回答你那些问题 如果我们两个人就是要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在争吵了 大家都珍惜一下这段感情 就是我也会尽量改一下 有什么事我们两个做沟通就好了 梦里挂念的又是谁 有谁会在乎我多多 好时间到啊 来两位打开你们爱的记忆箱 看看箱里藏了是什么 来吧 男生在记忆箱里放的是一个打火机 是为什么 他送给我的礼物 我平时的话 不管是工作 还是和朋友出去玩 我都会把它放身上 其实每次跟他吵架 吵完以后 我都会拿起这个打火机 其实我就会想到他 其实感觉 还是希望我们两个 不要一直在争吵 因为这样的话 会让我们亲的距离越来越远 就是要把定情之物还回去 既是一种这个警告 可能还有一些期许在里头 女生的那个箱子里放的是什么 男生给我们看一下 这一块表 这表是 那个表是我一直戴着的表 我放那个手表呢 就是想告诉他 那些我找不到他的时候 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跟他冷战 我难受的时候 我希望他能感同身受 知道那个时候我有多难受 我数着时间一分一秒 我一个人有多难啊 谢谢两位的分享 来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 看看这对年轻人的选择 请开门 睡觉 愿意 我用开门 去找三个人 我用开门 去找三个人 我用开门 我用开门 你这是我用开门 我觉得打打闹闹才是恋爱的吧 这就算吵闹得最高境界了 你们下一步可怎么办啊 好好聊聊吧以后 来 邀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谢谢两位小朋友 来 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希望我们两个以后就好好的吧 你们两个人也不要再因为小事争吵啊 这样越吵我们心里边隔阂越严重 我就真的不知道能坚持到哪一天啊 真的希望我们两个能好好的 你爱不爱我 我爱你啊 我也爱你 请亮灯啊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你们 好的 谢谢 本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这么来的 男生还要说一大堆东西 女生问了一句说 你爱不爱我 男生说我爱你 女生说那我也爱你 这好像像是一个条件问句 因为你爱我 所以我爱你 我的第一反应是说 爱怎么可以当条件来交换呢 但是后来沉下心来一想的话 你仔细想 其实一段美好的爱 一定是有爱的互动的 因为你爱我 我也爱你 所以我们才能往前走 如果一段爱情当中 只有一个人玩命地去爱 另外一个人只是默默地感受 我相信这段爱情也不会长觉 所以听大概是这个世界上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看来 尤其是恋人之间 如果你能够学会倾听 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听 是真的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对一段情感是特别重要的 有网友提问 我比较粘人 可他对我总是不冷不热 时好时坏 让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我想跟他分手他又不同意 我不知道我们的感情 要怎么继续下去 要知道 安全感可不是靠 无时不刻的陪伴来获得的 你既然都有说分手的勇气 为什么没有保持距离的勇敢呢 你要记住 情侣之间要给彼此一定的空间 你要利用好这个空间 来把自己塑造得更加的优秀 而当你变得更加优秀的时候 你的安全感就会越来越强 再一次的感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